HELLO 各位Good Buyer Fans 你們好 首先跟大家說一句中秋節快樂 一年一度的夏季又到了 我們今天來到成宗的老字號大集派專門店老三羊 今天他們個個都神情很緊張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事發生了呢 不如我們訪問一下老三羊的舍頭婆 琪小姐 HELLO 琪小姐 我是Good Buyer的特派記者Jeff Jeff 你好 HELLO 我見到今天所有員工的樣子都很興奮 是不是有什麼城市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Good Buyer的會員聽聽 今天很開心 2013年的9月18號 是我們老三人由江蘇省的泰湖 第一批直接由香港 今年蟹的質量如何 還有那個蟹膏嗎 喔 壞家寶 不關我們蛇來天的問題 因為今年就在7月份的時候 我們很看好今年的情況 相信今年大蟹就會很大量 生長的過程都非常理想 等它8月份最後一次的脫落的時候 脫得好的話就進去過關 很可惜 今頭開心完 那一頭就持續高溫的氣氣 四十一二度 持續了三十幾四十天 那這個天氣就慘到 第一它過頭吃不到東西 就脫不了殼 所以今年我就相信 高溫上出的大蟹就沒有太大蟹 第二呢 就現在還沒回來 因為不肯吃東西 早兩三天 我親自上去大蟹去研修過 竟然十隻選不到一隻 那現在因為我們定了 今天是第一批個港 就將本來一噸八十六的素鱗 的素鱗 縮小了變了四十五 那也都考功夫的一年 就是一定要考我們那些 師傅挑蟹的實力 我們現在的取限 已經是十隻簡單的一隻 就將未曾夠生 未曾夠肥的蟹 就推遲大概一個禮拜 或者十六之後 才再起完 不過聽說十月份 應該會有大量的大蟹回來 其次姐 是否有這樣的事呢 我們比較實事求是 你今天說下個星期 會有什麼天氣 根本會不會爆 七月份的時候 絕對沒有人知道 竟然有四十幾度的天氣 根本沒有人爆 那我老三平日一向作風 這蟹厲害 沒問題就推 這蟹有問題的話 我寧願不推 賣小一點都不會拿壞 因為商業最重要 那現在我剛剛做了兩天 在上面看到的貨 質素是OK的 不過真的稍微剩身一點 剩身一點 但是她已經肯開口吃東西 就相信十日之後 我們一定要賺養十日 十日之後 她會肯肥的時候 就會差很多 肥過了中修節 送禮的禮拜問題 第二就是 過了十一黃金周 那個旅遊旺貴的問題 如果去到價錢穩定 還有蟹有構成熟動 我相信今年要到十月六日打好 就會香港人吃到又便宜又漂亮的大隻蟹 現在的大隻蟹 我不是做生意 說明沒有不好 沒有不靈 就不然我們以時吃可以這樣的質素 第二 因為商業太高 成本都會貴了很多 如果說 我保證10月6日打好多 10月6日打好多 OK 因為我們GOODBY的會員 其實都很期待吃到老三人 又便宜又漂亮的大隻蟹 既然麒小姐都說到10月6日 那麻煩各位GOODBY的會員 等多一會兒 密切期待一下老三人的大隻蟹 最重要是想吃好東西 一定要高興 各位GOODBY的會員 要有耐性 密切期待GOODBY出老三人的大隻蟹 謝謝 好